老師 你想過你隱姓埋名 然後幾十年沒有辦法 跟家人聯絡的生活嗎 沒想過 沒想過 對 你現在也很難了 馬上被抓到 崔芬有想過嗎 我也沒有想過 因為我很喜歡人群 所以不會去做一個 讓自己要與世隔絕的 你知道那個要割捨的東西 太多了 對不對 你的老伯老母 你的家人 你的朋友 甚至你的未婚妻 你的太太 小孩 然後你工作總要顯示 你要收入 不然你怎麼生活 可是在工作的時候 難道人家不查你嗎 對不對 高雄正 你想過嗎 我只想過 讓後來老婆來日本養老 為什麼 因為現在去日本 我們三五間的航空公司 我去日本穿五塊 我去日本多百年 回來台灣多百年 日本多百年 日本多百年這個事情不允許的 因為只有九 現在一八三嗎 有半年嗎 百年有半年 這樣有半年了 可以開放到半年 對 我去年了也沒關係 我去年了 你老婆不會到台東 我去年了 會真的嗎 會真的嗎 對啊 做事還要燒 自己去教教就可以了 對 夏天多百年 高雄回來台灣多百年 這樣嗎 對 奇怪 你跟我說這個 現在是說你 新鋒失蹤 怎麼過生我 沒有 我不會失蹤 我的臉這麼好人 看得這麼高雲 是是是 這個 那日本為什麼沒有發現他 日本沒有發現他 我先問一下 五十年 台灣不是犯罪隊友追究期嗎 二十年 二十年嘛 那為什麼日本有五十年呢 那個日本他的分別是看你的犯罪的那個 就是那個就是程度重大 那這個是屬於重大刑案 因為他剛才說 四百的三百六十幾的親重刑 這個其實是重大刑案 但是重大刑案跟那個追溯其實是不一樣的 那我們去找工作的時候 你總要爆出你的身分 你現在說到這是一個 日本現在一個非常重要的一個問題 其實跟左派也有關係 為什麼跟左派有關係 因為過去在戰爭就二戰之前 日本的戶籍制度其實是非常嚴謹的 非常嚴謹 然後你每一個戶裡面 大概有多少男丁女丁 其實他都知道 但是到了左派就是戰後 左派起來之後說 你們就是因為這個 由國家來統治我們所有的人民的 這個所謂的database 所以你這樣不行 不行 所以說他們就反對 反對個人資料 所以日本到現在 我們現在想說 我們每個人有一張身分證對不對 應該很正常嘛 美國也有所謂的這個保險號 但是日本沒有這個東西 所以日本沒這個東西 他怎麼辦呢 因為他最多最多只到戶籍 譬如說今天我今天我可能是 我現在的戶籍是放在臺北市 但是我在明年的時候 我可能要搬到新北市去 我要自主申報 我如果不自主申報的話 我的戶籍永遠停在臺北市 所以說但是這跟身分證更換就沒有關係 所以他沒有這身分證 但是這當中有一個東西 就是保險證 你以為你每個人要加入所謂的這個健康保險 但是健康保險並不是像臺灣是全民健保 所以應該這樣講 簡單講就是說日本的規定 他的環境跟臺灣不一樣 完全不一樣 所以他有這樣的空間 對 他都要怎麼過生活 他這個過生活 大家都比較好奇就是說 你這五十年你怎麼賺錢 那其實很簡單 因為他剛開始的時候 他只要去找一間 我們在講一個小的土木工程 公司 你去 老闆告訴他 老闆告訴他 那老闆告訴他 你的履歷來我看一下 他就頂頭下內田養 他就不用真名了 他就內田養 然後寫一寫 那問題是剛剛不是講說戶籍是沒辦法認證 我沒有身分證可以認證 那老闆就當作你就是事實申報 然後看你就知道 你現在你就是這樣這樣 好啊 好啊 你就來做 來做的時候 剛剛已經有在講一個重點 你要跟所有的人要保持一個淺 但是不深的關係 然後他就很努力工作 今天我跟郑大哥 今天你請一個官工 他這樣跟我說沒關係 因為我就是有一些固定的問題 我領現金不行嗎 你說我給你先觀察三個月嘛 三個月的確你做得不錯 你就來做嘛 做一年之後 真的不錯 你要去申請銀行銀行 不要啦 我還是領現金就好 都一年都沒有出trouble嘛 兩年 三年 四年之後就習慣了 習慣之後其實他就可以這樣隱性埋迷 重點還在一個地方 你今天你要大 要大 因為他說我就擔心孤照一隻 老闆你的鎮料可以讓我大嗎 老闆就說沒關係 你看你這樣也可能 我給你大 讓你大後 是不是就不用簽所謂的租賃契約 租賃契約不用下 所以而且這位老兄 他還有一個很厲害的一點 他不加入健康保險 他也不去考駕照 因為你考駕照 你還是要教那個嘛 所以他也不去考駕照 所以他所有的資料在日本警方這邊 或日本護政體系這邊 基本上是缺乏 會有結婚嗎 當然沒有結婚 他就是他絕對不可能結婚 我們也不能破旁 破旁的時候這就是储物 因為那個時候 第一個自己買了 第二個公司給你送去 像他這一次他被送到這個醫院去 也是因為是公司把他送過去 因為就看他躺在路上了 不可以 送去便宜之後 那然後公司幫他做擔保 因為你送醫院 其實醫院也很簡單 醫院也是營利機構 營利機構 營利機構就好 然後身分公司願意證明 那因為我跟鄭大哥 都已經四十幾年的交往 鄭大哥說沒關係 這我們公司的完工 你走去沒關係 他主要就是這樣 所以說他去醫院 其實他也不用那些東西 然後他不用保險 對醫院來講OK 你幾乎就好了 所以說他就是 因為這樣的關係 維持了他四十幾年 不被發現 好 所以注意看 第一 他住鑑療 第一 這個他領現金 第三 他沒健保 就是不可以休息 第五 沒結婚 第六 他洗澡 只能去大眾預償 他的 他多少的條件限制 對不對 其實活得也很不自在 不過他去住院四天 他就死掉了 他的癌症 然後 他說最後 他為什麼會被發現 他自己承認 說他是想用他的本名 迎接生命的最後階段 所以大家才知道 原來是同島聰 那請教一下崔芬 為什麼人在最後的時候 想要用本名迎接生命的最後階段 我覺得同島聰是一個非常能夠忍耐的人 然後他非常知道怎麼去降低別人 對他的關注 然後怎麼樣幫助自己融入一個社會 然後完全隱形 他這個部分是做得很好的 那他隱姓埋名快五十年 他心中應該有一個遺憾 很大的遺憾是他不能過原本的人生 因為其實他也是讀一個還不錯的大學 然後他從此就是他的人生是 感覺上他是為了實現某一個理念 理想理念去實現 所以他犯罪 所以他們這種犯罪的人 很容易降低我的那個罪惡感 我是因為是理念 所以我去犯罪 所以在這個狀況下 而且他們又有交戰手冊 他完全按照交戰手冊 來執行他的人生 可見他某一個程度 又有高度的服從 但是相對的他對於社會現狀的不滿的時候 他又會去衝撞 那剛剛有提到就是 他這樣的一個人生 他不能過原來的人生 所以他這個心理狀態 在死之前 會有一個很重要的心理 當他如果他的有一些遺憾 或是他有一些覺得 他人生沒有未完成的事業 或就是事務的時候 他會想要在死前去彌補 然後去把這個人生 重新回到他原本的人生的軌道 所以才會說他在死前 他寧可去 因為他知道他不能被關 因為我們人類 有兩大心理需求 一個是親密的需求 我要與人連結 與人互動的需求 另外一個是自由的需求 那他其實自由的需求是高的 所以他不能被關 所以他很努力的去讓自己免於被 被牢獄之下 被關在一個他不能動的 他不能被禁錮 所以但他很善於掩藏 就是那個掩蓋自己的那個 讓別人都不發現他 你看他說他沒有朋友 對他最後我覺得他之所以寧可 因為他知道他不會被關了 所以他自由的需求不會被剝奪 但是他要回到他原本的人生軌道 然後回到原本的人生軌道 他說出自己的名字之後 還有一個很重要的意涵 就會有人來幫他 善後 對善後 他可以回到他原本的家庭 所以你看他跟家人隔離了那麼久 也許他最後還是想要 回到自己的家庭 有人可以相認 所以回到原本的身分 可能這個對他是重要的 他如果被老母親 他也沒辦法回去送 對不對 這其實是很遺憾的事情 對 所以他人生 我覺得他內心還是充滿了各種遺憾 其實日本的犯罪心理學家 對這件事情有一個解釋 他解釋其實跟 就是林老師那邊所講的 其實是非常接近 但是他後面有講的補充了一句話 他覺得同島充呢 其實在某個角度 他其實在挑釁日本警方 因為怎麼說 因為我最後我告訴你 你們找不到的人就是我 那我現在就已經準備要 復去死亡了 所以在這個這場鬥爭裡面 我贏你們了 所以在犯罪心理學 有這樣的一個方向的解釋 那但是呢最後其實我覺得 用這麼大的犧牲來報復警方 那因為他也沒有他整個就是在做 把這整長算 就像剛剛林老師講的 整長算 其實他就是按照教戰手冊 在走的人生 這就是他的鬥爭人生 所以他走到最後 他告訴你說最終的這關我贏了 就是這樣 那要是我們如果 他說他繼續用內田養 不要用最後死的時候 內田養死了 然後就用內田養的名字 去把它火化 去辦簡單的這個商葬儀式 這個對他的往後有影響嗎 有 他要回歸他的本名的時候 我馬上聯想到就是說 他要回家 那這個回家很重要 比如說他用假名的話 他回不了家 因為我們人 我們人過世之後 因為日本也是很深信宗教信仰 而且他們對這一種回家 或是長輩這一種就是說 飲水師員或是祭祀長輩 這個跟我們臺灣 其實也是很接近的 所以如果說他用內田養的話 他回不了 沒有辦法跟他的父母親來相聚 對 所以我們在臺灣比如說 為什麼說 所以其實他內心 其實應該也有很多的焦慮 對 很多的徬徨 就是我回不了家 所以我要最後回到本名 對 也就是說他這幾十年 其實還是很煎熬的 對 很煎熬 對 因為他想回家的那個意念 就像崔芬老師講的 他是在內心是衝突的 因為他做了這件事情 還有也符合說他要挑戰警方 為什麼 因為他就做了這麼對政府不滿的這個事件 才為他逃往的人生 這個我覺得都兼具 有這個三個方向 對 那個很有名的模特兒高高的 然後最近生小孩 那叫什麼 台灣 林志玲 林志玲 那我們如果都叫你林志玲 對 然後就讓你用林志玲的名字 這樣走到人生OK嗎 不行 為什麼 因為人 我們就是說 像我們小孩出生嘛 我們去登記福智人事務所 這是我們陽間的一些規律 還有制度 那陰間呢 或是我們這個神界 他也有他的規律跟規定 對 那比如說我們人往生之後 即使你在家裡沒有祖先牌位 你在辦喪事的時候 你都要寫書文 要念經 要給他 比如說做功德 或引魂引渡他 引領他到哪裡 你要過很多關卡 你過很多關卡 比如說我們要出國好了 我們要出關 Passport 你不是你的本名馬上被查到 你就不能出關 到那裡也是這樣 對 都是一樣的 所以我們做很多科儀裡面 我們會做到一個櫃關 樓關 我們都要幫他們一步一步的 這樣子櫃關 所以我們這裡有海關 要有毛關 對 很多關卡 新聞娃娃有YouTube頻道囉 請大家搜尋新聞娃娃娃 或者掃描QR Code 也可以按下訂閱鈕 開啟小鈴鐺 請大家繼續分享 接受歡迎的命理大師 現在都在命運好好玩 開運服務 包含神準算命 開運商品 開運祕法 請上網搜尋 命運好好玩